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第一堂的时候 我说今天的聚会是今年的最后一次 当然,下个礼拜我们庆祝或者纪念圣诞的生日 无论如何,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留下来的信息 就是几个礼拜前留下来的信息 几个礼拜我们都做其他的东西是吗 又有这个,关爱没了 又有这个又有那个 所以就没有继续的讲以福所述 可是今天我们继续的讲以福所述 刚才这首诗歌的名字叫什么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对了,跟今天我要传讲的信息差不多一样 爱是那么的重要 爱是那么的奇妙 我所说的爱并不是说人的爱 并不是说世界的爱 我所说的爱是神的爱 所以相信有爱就有神迹 相信神的爱 你就可以看到神迹 神迹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我们一直都说 我要看到你的荣耀 愿你的荣耀发出 让你的名字得荣耀 这就是神迹了 神迹就是神把他奇妙的作为 在我们的面前发出来 那就是奇迹了 所以在这个上个礼拜的小组 我在小组分享说 神迹在圣经里面 所见证给我们的 是告诉我们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行神迹的真神 他的目的 神迹写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只有耶稣才是神迹的主 神迹的源头 然后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 哇! 耶稣医治了病人 耶稣感了鬼 哇! 我们看到了之后 我们就看到耶稣 他那个荣耀的光 当然我们看到神迹 我们的眼光不要紧紧的 看住神迹 神迹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可是行神迹的那位 才是改变我们生命 他是神 他是主耶稣 所以当我们 活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 让我们注目于耶稣 不要注目于地上发生的东西 包括神迹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看住这个十字架 圣经告诉我们 十字架标扬出上帝的爱 我们看到十字架就是看到神的爱 我们不是看到十字架 仍然看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没有的 我们不是天主教徒 你可以看到天主教徒 他们的十字架 还是仍然有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 是吗 基督教的耶稣 他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可是他已经埋葬了三天 他已经复活了 而且不但复活 他已经升天了 不在十字架了 可是在十字架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神的爱 所以如果你们有挂着十字架的话 你身上你的锦页那边有挂着十字架 十字架不是赶鬼的 十字架不是能够行神迹的 然后十字架是告诉我们耶稣的爱 所以很多女孩子很多女人都挂十字架 因为他们很珍惜神的爱 很珍惜耶稣的爱 如果我有十字架的话 我也要挂 因为我要珍惜神的爱 因为神的爱 因为那个十字架 我有新生命 Amen 我们专心的来听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继续的干强我们 我们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的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审查自己 关乎到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进步 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增长 有没有增长 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发亮 有没有发光 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炎味 有没有亮光 有没有亮光 我们必须要审查自己的 我们不能够一直留在那个地方的 我们必须要很珍惜教会的生活 我们也珍惜家庭的生活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很珍惜我们的生命 特别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 只是一次罢了 我们共同集合来敬拜神 是一次一个礼拜 只有两个小时罢了 两个小时我们要珍惜 因为这两个小时就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 我们共同来敬拜神的一种表现 所以这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 我渴慕的是耶稣 还没有进来之前 在你的家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今天你要来教会 你必须要开始祷告 你跟神说 神啊今天我要听你的话语 你来开我的心 改变我的那种不顺服的心 改变那种主事的态度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好多时候 都是给世界的那一套 拉着我们鼻子走 我们不知道 我们猛擦擦 我们看不到 只有神的话语的亮光 给我们看到 啊我们才会发觉到 哎哟 你能感到吗 所以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的心思意念要正确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把这两个时间交托给神 从开始到祷告结束完毕 甚至我们在这个来到教会 看到地上肮脏 他有纸碎 你的敬拜 也包括收拾那个纸碎 因为教会没有请工人的 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持清洁的 我真的是感谢大家 感谢神 你们可以看到大家 拿你们的煮好的很好吃的食物拿来 然后又把你的空空的那些糖拿回去洗 然后桌子上的地上所跌下来的那些碎片 你们都洗得很干净 好 这就是我们的敬拜的现象 敬拜的方式 好 当然啦 我们教会有请了一个打扫工人 打扫工人 可是我们感谢神 这间教会要保持清洁 要有很好很好的那种 敬拜的程序 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看待的 来 刚才我跟 刚才我跟 我跟姐姐说 那一行呢 从明年开始 我们要空住它 什么原因 因为那一行是给招待员做的 也是时常 牧师时常坐的那个地方 因为有新人来的时候 招待员知道如何去招待他们 同时牧师也跟他握手 不然的话 牧师坐在这里 谁进来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置空住它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那种程序 昂哥家跟母哥姐妹说 没问题 你告诉了我们 我们就会做 感谢神 有这样的很好的态度 OK 还有一点 要告诉大家是关于 明年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 是联合聚会 联合聚会 也就是说下面的那三个礼拜都是联合的 就是早上十点钟 中英文一起的 下个礼拜就是圣诞日 再下多两个礼拜 多一个礼拜跟多两个礼拜呢 是新的一年的头两个礼拜 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新的一年的意向 我们要走的 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神跟圣灵要带领我们做什么东西 所以我盼望 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来 直到我们做到神给我们的意向 说到神要我们做什么东西 我们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做东西啊 都是要一起去做 好 在这个关爱美冷 美冷 关爱美冷 这一个佳南 佳 佳莲华 这一天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因为看到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很踊跃的 都很踊跃的 拿出你们的时间去做一些东西 甚至 Brother Yap 要去中国之前啊 直到我们要打扫 Bellong Station 他都来参与 哇 哇 看到他 哇 这么这么 这么日行啊 把那个篮球场 弄得那么漂亮啊 擦得那么干干净 而且又有油漆 把一些草 不需要的草 全部除掉 好 感谢神 我们可以看到 哇 我们可以服侍神 我们要服侍 我们四周 四周围的人 来 所以 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 你们记得 十点钟 不要早来 不要迟到 迟到就听不到 找到也听不到 来 早一点 九点就来 那么我们有一些茶点 喝杯茶 谈谈天 去去酒 谈谈西呢 好 这样子就过了 十一点我们就开始了 来 还有一点就是 关乎到 这些小兄弟 负责这个 LCD的 我希望 负责LCD的 事奉人员 不要离开这个地方 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圣经 带着你的圣经 坐在那边 听神的话 来做神的事工 然后有时候牧师要 要唱一首诗歌 你会在那边 你即刻的 你就可以开了 不需要 来啊 就是慢了 还有那些 谈诗群的 你们也是 坐在前面 尽量的坐在前面 那么 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下子就 搞定 这样子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教会的 油条 油理 很有顺 很有顺序的 同时 招待员 也知道 他们的 工作的本分 哎 你知道吗 招待员 是很重要的职位 是 这个事工啊 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做的 什么原因啊 每一个国家都有 外交官 外交官 是吗 啊 你们就是外交官来的 有新人来 或者你不认识的 你快快的 招待他 招待他 你好吗 我从哪里来啊 给他一张纸写 写他的名字 然后告诉故事 故事 这是为什么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然后我们欢迎他 来 招待员 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人来的 所以我们要 招待员要 穿得整齐 要smart 那 那么 就可以 发出 神的亮光 嗯 好 嗯 我忘记了 另外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 就是 23号 晚上呢 我们是要出去报家音 是吗 啊 谁的家开放 教会 总动员去 啊 传福音呢 有吗 这里 啊 还有谁呢 啊 哦 可以一家啊 啊 还有琳德 还有 我求我求的家 有没有 没有 哦 没有 不要听 我们还会有几家 我的家 我们 我们有几家都 都 开放我们 啊 这个报家音的 团队去 啊 欢迎 报家音的团队去的人 有福了 因为 你们 会得到 礼物 哈哈 嘿 不但 你们得到礼物 不但 你们得到 祝福 你也把 这个 祝福 带给 你们的 邻居 嗯 感谢神 今年 教会 收到一笔钱 这笔钱 是要祝福 神的事工的 所以 我们就准备 把这一笔钱 买了 五十份的 礼物 每一份礼物 最少三十元 啊 所以 我们要把 这个礼物 派去 我们去 报家音 的弟兄姐妹的 邻居 不管他有钱 没有钱 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我们 要告诉 世上的灵魂 归队 啊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 世上的灵魂 他们是上帝 拣选了的 可是 没有人去 把福音 交给他 所以 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 你不知道 你们的邻居 是不是 上帝拣选的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 把礼物 带给他们 把这个福音 带给他们 意思就是说 叫他们 归队 圣灵会感动他们 然后 他们会 得到上 那个 那个福音 的传讲的时候 他们信了神 他们信了耶稣 接受了耶稣 你知道吗 不是上帝拣选的 不能够 接受 主耶稣的 圣经 告诉我们 以福所书 告诉我们 我们 每一个 信主的 其实 上帝 在我们 还没有出生之前 已经拣选了的 所以不要以为 你的邻居 那么坏蛋 时常 跟我 跟我 吵架 不要以为 他不是信神的啊 他就是 要我们 去 发光 为耶稣 发光 直到他 开始的时候 对你很野蛮 很不客气 可是慢慢慢慢 他看到见证的时候 他的心开窍了 他就 让耶稣 来到 他的心房了 他就 归队了 归队 所以我们 传福音是 要 叫人 归队 七八十年前 中国有一个宣教士 叫做 宋尚杰的 宋尚杰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听过 宋尚杰来到 马来西亚 去 这个 呃 去这个 永平 有很多 都是这个 福州人的 他这个 宋尚杰 他没 到 没 这个 华人 居住的地方 他很喜欢唱 这首 诗歌 这首 诗歌 归来吧 归来吧 归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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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 学唱这个 归队的 歌 我不知道 怎样唱 不过 我们 有这一首歌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首 这一首歌 这首歌就是 福音 福音 福音就是 归队 叫人 归队的歌 来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如何去 啊 传福音 如何 把这个神的话语 神的信息 交给别人 啊 这就是 福音歌 来 感谢神 好 今天我们来看 今年最后的一个信息 以福所书 第五章 刚才那首诗歌 告诉我们 相信 有爱 就有奇迹 相信 神的爱 就可以看到神的奇迹 相信耶稣的大爱 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荣耀 耶稣的亮光 来 以福所书 我们 从第一节开始读 还没有开始 我们一起准备了之后 这是第二部 几个礼拜前我 我已经讲了头一部 就是上集 这个是下集 好 这个题目 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神的爱 魔鬼的伎俩 神的爱 和魔鬼的伎俩 耶稣是爱 魔鬼的搞瓦 这个相比 这个相比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 他表扬的 就是上帝的爱 所以 他被钉在手指甲上 就彰显了他的爱 他的爱 然后呢 第二面 是关注到魔鬼的寄良 也魔鬼的狡猾手段 魔鬼不喜欢看到上帝的爱 他不喜欢 他不愿意看到耶稣的爱 他以为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那么 就完蛋了 就 没有福音了 可是 上帝的智慧 超乎以魔鬼的狡猾手段 其实 魔鬼把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 反而 这一个工作 耶稣的工作 彰显了上帝的大爱 魔鬼 魔鬼被 上帝的智慧 扭转了 他以为 他的智慧 能够 圆满 隐瞒 隐瞒一切 可是 超乎 不了上帝的指 OK 明白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的爱 彰显了上帝如何的爱我们 魔鬼 他的狡猾的手段 彰显了 他的那种败坏 他的那种不可信 他的那种 那种破坏的工作 耶稣的爱 魔鬼的伎俩 当我们把这两个 拉起来的时候 那么 我们对神的爱 就有很正确的 看见了 我们要看神的爱 不是借着世界的方式 世界的方式 不和 不够 神的方式 那么的透彻 right 来我们来看第五章 第一节开始 所以 你们 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你们为我们 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公物和祭物 献与玄 至于淫乱 并一切污秽 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 人体都不可 方和圣徒的提同 因此 妄语和细笑的话 都不相宜 总要说 感谢的话 因为 你们 确实必知道 不论是 隐乱的 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 都是 无分的 有 贪心的 就与 拜偶像 一样 来我们来做个祷告 让我们盖眼睛 我们注目于耶稣 主耶稣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求圣灵 来开我们的心窍 使到我们 有属灵的智慧 来看到祢的作为 主啊 祢的话语 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敬拜 我们 依靠 我们 跟随 愿神 你来帮助我们 这个世界 完全的消脱 祷告 共有主耶稣 跟圣灵 里面 第五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什么呢 神要我们效法谁啊 神 保罗说 很多时候 我们效法就是世界的那一套 世界的那一套 是谁的一套 就是魔鬼的一套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的王子是谁啊 这个败坏了的世界的王子 就是撒旦 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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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权 暂时掌权 掌权 可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把一切的权柄都夺回来了 可是我们现在活在是生 这是恩典的时间 上帝仍然给我们这个恩典 来去传福音 把他的名字高举 所以魔鬼已经是完蛋了的 已经死了的 已经是没有力量了的 因为他被耶稣战胜了 可是 既然我们是活在这个圣典的 这个恩典的时间里面 我们必须要 小心魔鬼的伎俩 不会弄乱你们的思维吧 刚才你说牧师 魔鬼已经被战胜了 已经是完蛋了 突然间你又说 你要小心魔鬼的伎俩 答案就是 魔鬼被战 被打败了 可是神要拯救他所创造的 所以神仍然给我们恩典的时间 使到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工作 给我们的使命 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 上帝给了我们这个时间 传福音 多多传 把神的话语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活在圣灵里面 就是要我们得到恩典 所以保罗说你要效法神 你要效法耶稣 第一节到第七节 神的爱是如何 我们就要效法神的爱 刚才我说世界有世界的方式 我们要小心世界的方式 不要用世界的方式来活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 所以我们必须要效法神 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真理 这里说到爱 要如何爱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榜样 上帝的榜样就是爱 就是没有条件的爱 第一没有条件的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没有说你要敬拜我 你要服侍我 你要跟随我 那么我就爱你 没有啊 他没有这样讲啊 他没有得到我们给他愿意进入我们的心 他已经进入我们的心了 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不是我们爱他先 而是上帝先爱我们 上帝的爱就是无条件的 就是先爱我们的 不是因为某个某个原因 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他才爱我们的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特别是以福所书所说的啊 我们被拣选是我们还没有出生 那时候已经被上帝拣选了 哇奇妙是吗 我们还没有出生 上帝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下了一个计划 就是要我们得救 要我们接受耶稣 要我们接受耶稣 你看神的爱是那么无条件的 我们人的爱有条件吗 好多时候我可以说 99%的爱都是有条件的 夫妇的爱有条件吗 刚认识当然没有条件啊 我要追你 我就是要如何如何 使你欢喜 没有条件的 没有条件的 可是得到手了之后啊 条件就来了 到时候啊 你要有条件了 你要煮饭啊 你要照顾孩子啊 你要这个 好多的条件 你看人 很多很多的条件的 政府 给我们钱有没有条件啊 没有啊 你们大家都有这个一百块啊 年轻人 你们学生 都得到一百块是吗 还有你们 你们家庭 都有 入息没有超过三千块的啊 你们都有这个五百块的 钱是吗 政府要给我们钱哦 是不是有条件啊 有啊 有条件啊 政府有条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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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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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亲也有条件啊 做什么东西都有条件啊 哇 孩子长大了 你要好好照顾他啊 不然的话 你老了之后啊 他不知道把你放去什么地方啊 哦 人就是这样子 人就是因为 是败坏了的 是败坏了的 至于我们 免不了 有这样的 不正确的 生命 糟糕了 我们 我们人呢 真是太败坏了 了 可是 上帝 告诉了我们 他是爱 他的爱 是无条件的 他的爱 是不自私的 他的爱是 是什么 是牺牲的爱 什么 伟大的爱是吗 他的爱 是不是人的爱 不是 不是人的爱 人怎样去爱 可是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 什么 效仿 神啊 我们如何去爱啊 我们每个 没有可能爱啊 我们很自私的 人是很自私的 你说 哪一个不自私的 人就是自私的 因为败坏的人 就是有这样的 病根的 人 会不会 做东西 没有条件啊 你去工作 你跟老板说 老板 你不需要付我的工钱 我喜欢工作 你不需要给我工钱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没有 没有 你 你开工厂 有没有 有啊 那工人跟你说 老板 我为你工作 你不需要给我工钱 哇 你非常高兴啊 对吗 可是掉转来 你就不高兴了 像他的样子 每一个人都要把他的车 驾过去给你 去修理 那你说 不需要付钱了 哇 我看 还差多 来 我们都会说 这世界上 没有 百吃的 面包 是吗 这个世界 就是败坏了的 败坏了的东西 不能够彰显到神的爱的 不能够彰显无私的爱 不能够彰显 犠牲的爱 可是 耶稣却彰显了 耶稣 把这个爱啊 表现出来了 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到 耶稣的爱 行动出来的呢 现在我们来看 看这个 约翰 约翰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这里 看到 耶稣的爱 神的爱 如何彰显出来 给我们看到 那个爱的心香 给我们闻到 神的爱的那种美味 可以 好 约翰福音十三章 十三章 福音数啊 十三章 十三章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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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读 耶税 门徒 你我 无分了 西门 彼得说 主啊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都 也要洗 耶稣说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 布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 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 你们布都是干净的 来 十三章里面 看到耶稣为门徒洗脚 为什么耶稣要为门徒洗脚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我们必须要明白的 就是 在还没有来到这个西门的家的时候 还没有来到这个 这个吃饭的地方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关乎到耶稣的国 关乎到耶稣的国 耶稣跟门徒说 门徒 我将会被审判 我将会被抓 我将会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 我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我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我要建立一个国度 门徒听了这个之后啊 哇 他们非常的高兴 高兴不是因为耶稣跟他们说 他的师父就是耶稣 将会面临苦难 他们高兴并不是知道耶稣要被抓 所以一切的工作就完了 可以少工 枉费红 发OK了 他们高兴并不是因为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印证 他们得到好处 没有 他们高兴因为耶稣说 耶稣要建立一个国度 哇 这些门徒啊 就很高兴了 门徒啊 就要争了 要争了 我是 刚 我是 第一个跟随耶稣的 所以 耶稣的国度 开始的时候啊 我就要成为最高位的 每一个人都要争权 每一个人都说 我应该得到这个 我应该得到那个 每一个都是要争 真知己的好处 很自私 非常的自私 可是他们却忘记了 耶稣也说 我将会被抓 而且 会被处死 他们把耶稣的这一句话 切为两段 他们把前面的那段 完全没有听到耳朵里面 却把最后一段 听在耳朵里面 所以 耶稣在心里 非常非常的难过 作为人的 知道 面临了这样的苦难 耶稣很希望 他的门徒 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说 耶稣我知道 你刚才所说的 你有什么东西 要我们帮忙的吗 我们能够 有什么效劳啊 应该是这样子吧 因为耶稣说 我将会面临苦难 他的门徒应该 会来到耶稣的面前说 耶稣 你刚才说说的 我要帮助你 你告诉我 你的苦难是什么 我们会帮助你 而且 他们也会来到耶稣的面前说 安慰耶稣 跟耶稣说 不要紧 不要紧 我们会跟随你 我们会侍奉你 他们没有这样子做 反而他们 却跟其他的争权 每个人都要争位子 所以耶稣就 在这个时刻 为他们洗脚 耶稣没有争 争求他们的意见 没有 争求他们的允许 他就拿一盘水 一个一个把他们的脚洗了 他们的脚被洗 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突然间我们的师父 拿这个水 为我们的脚一个一个的洗 他们都很奇怪 然后轮到彼得的时候 彼得更天真 他说 不但是我的脚要洗 我的手啊 我的身体 我的头啊也要洗啊 整身就要洗啊 这么天真的人 你看 他们不明白耶稣的心 他们不明白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是神的爱 神的爱就是奇妙的爱 神的爱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第一 无私的 没有条件的 无私的 每个人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领受到 神给我们无私的大爱 还有呢 神的爱是这样的 神的爱是牺牲的 他牺牲他的生命 为我们定死在此之下 你看他的爱就彰显了 他是如何的神 他是伟大的神 你看 真的我们的爱 比不上耶稣的爱 没有可能 能够跟神的爱相比 神的爱是那么的奇妙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必须要很谦卑的 来到神的面前 神啊 我知道 你的爱是那么的奇妙 我们 没有可能 能够以耶稣的爱来活 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就 非常的谦卑 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做不到嘛 做不到就要来到神的面前 是代外了 不要假装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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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很谦卑 基督徒就是要学习谦卑的 因为我们 我们 比 不能够跟我们的师父比 一样 现在啦 我们看到耶稣很愿意的 为他的门徒洗脚 难道 难道我们 没有看到一些亮光吗 我们的师父 愿意为我们洗脚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徒弟罢了喔 我们 我们还是要 我们还是要 我们还是要自己的 益处啊 寻求自己的益处啊 他们应该 跟我 跟耶稣说 耶稣 我听了你那句话 说你被抓 你被 你你你你你 你会被处死 来关心他啦 来到耶稣的面前 关心他 他关心他因为他会面对这样的苦难 却没有 门徒却没有 门徒看不到 师父要面对的事情 他们却为了自己的益处 因为耶稣第二段讲了嘛 他会建立一个国度嘛 所以他们听了这个国度 他们的眼睛亮了喔 国度啊 国度就是钱 国度就是权 国度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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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珠宝什么东西都有 他们的眼睛看的那么 开的那么大 看到这个神的国度 以为神的国度 就好像地上的国度这样子 好像罗马 国的那种威望 要什么得什么 很有权柄 他们以为是这样子 可是他们不明白 耶稣所说的国度 就是属灵的国度 就是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国度是看不到的 上帝的国度是属灵的 可是他们的表现是什么 自私 每个都看到自己比别人强 每个都要得益处 不愿意牺牲 不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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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别人有不好的关系 跟别人有不好的关系 建立不到好关系 跟邻居有不好的关系 跟家人也有吵吵闹闹 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和 我看到你的脸 我就走另外一条路 不要撞正你 我们真的是那么软弱 我们没有神的爱 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了 我们看到神的爱是如何的 在这个以赴所书也看到 保罗告诉我们 神的爱是如何的 是无私的 是愿意牺牲的 不妒忌的 这种属灵的果子 你有属灵的果子吗 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果子吗 好多 好多时候我们没有 既然没有 却没有去求 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你缺少了属灵果子 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 神会给你圣灵果子 你可以活出这个圣灵果子 没有 基督徒 他活基督徒的生命 还是跟世界的人一样 跟别人你真我多 为了什么 为了权 为了钱 圣经也告诉我们 爱钱的人 钱就是 爱钱就是 什么呢 罪恶的 爱钱就是罪恶的 跟 钱是 没有罪的 钱是没有罪的 你有 一百万 一千万 没有罪的 没有罪的 不是因为你有钱 所以你是罪人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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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钱是神祝福你 可是你爱钱 爱钱才是罪恶的 根本 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 还是活住 爱钱呢 我像世界的人家 我有一百万 我就要一千万 世界的做生意的人 他说 神不咬给呀 那些钱就好像 我的水喉那边 每一天都是流进来 我也不知道 谁从那里来 我的钱从那里来 我就是 越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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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会说 有钱的人 会更有钱 是吗 阻止不了 阻止 钱如何进来 都不知道 因为有钱 更有钱 当有钱的时候 你就会想办法 使到更多钱进来 你不会 把这个水喉关掉 就是吗 钱哦 谁不要 钱哦 当更多钱进入你的 衣袋的时候 你的心 更要 更多钱 到时候 一条水喉都不 不够 你要装多两三条 直到你的 你的家里 更多水 更多钱 那种自私 那种 人的那种败坏 很容易的彰显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坏坏的生命 以父所说告诉我们 我们是更新了的 我们是改变了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观念 扭转回来的 我们可以借着神的方式去爱人的 我们可以借着神的方式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的 我们可以用神的方式看世界 我们可以用神的方式去用神祝福我们的金钱 我们就是需要这个职位 所以这个耶稣的门徒 在这方面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学习了 然后我说我把耶稣的门徒也就是包括我们 我们都是上帝的门徒 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学习耶稣 我们要学习上帝 要以上帝的爱来爱神 要以上帝的爱来爱人 所以感谢神 今天所发出来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神 没有神我们就完蛋 没有神我们就活出好像那些将要死的人的那种态度 那种那种那种心态 英文有一句 有两个字叫做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就是死人在行走 因为有一些医院啊 你知道啊有一个病房是要死的人住的 是吗 尤其是cancer more 期啊 大病不能够好的啊 他们就是等死的 等死的那些啊 他们在走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死人走路 死人走路 意思说这个人将要死的 100%要死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多一个礼拜 死人在走路 在属灵里面我们每一个 如果没有接受耶稣 没有耶稣在心里的 就是死人在走路 没有生命没有盼望 看不到前面的道路 看不到前面的道路的 就是死人在走路 外面有很多很多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死 包括我们每一个都会死 会行走的人都会死 没有盼望的走路的人很气场 我们都会死 可是我们有盼望 感谢神我们是有盼望 我们是得救的 所以我们很荣幸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很谦卑自己 因为耶稣 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 神已经拣选了 拣选了 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是那么的荣幸 耶稣却来到这个世界 来告诉我们 我们是如何得福的人 我们很谦卑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如何爱人 我们要以耶稣的爱来爱别人 我们要跟别人建立很好的关系 你要来到你的邻居说 邻居我看到你今天身体不大好 你有什么需要 你要不要我载你去医院 你钱包不够钱是吗 能不能够我帮你付这个医药费 你有很多的需要 你告诉我 让你诚恳的来到别人的面前 愿意把你的帮助人的手伸到前面去 这就是耶稣 这是耶稣的方式 耶稣的爱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报家影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交给这个家 不但这个家 我们也要把这个祝福带去邻居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要把神的爱交给别人 把我们的手伸到远远去 我们不只是顾自己的圈子 所以我们有这个宣教的奉献 对吧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有参与这个 这个财权的奉献 每年我们都要做这个财权的师父 因为这些钱就是要把这个福音 升到远远去交给别人 我们都要做这样的行为 因为我们要学习神 耶稣他愿意把他的生命 从天上带到这个地上来 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交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学习呢 同时我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家里的人 特别是基督徒 不要把老人家带去老人家 你怎么样的辛苦 基督徒必须要照顾自己的老人家 我看到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见证 有一个见证就是说 他的太太大病要死了 医生说只有六个月的生命 他的丈夫因为要以耶稣的爱来爱他的妻子 他把他的职业停顿了半年 不做工 扫钱不要紧 不做工 他愿意把这个六个月的时间 完全的照顾他的自己 也可以听到很多的女儿 因为父母亲病了 他们愿意暂时把他的工作停掉 来照顾他的年老的父母 难道他们有钱没有了 因为他们知道 亲情情是不能够用钱买的 一个家里没有钱也能够活快乐的生活 基督徒要学习 要有这样的光亮光来学习 保罗说我们要 要什么 要什么 刚才那个经文 要效法耶稣的爱 耶稣如何把他的成见放下 他的徒弟一直在争他们自私的东西 可是他没有跟他们说 你们这些如果不好听的话笨蛋 你们这些笨蛋 你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东西 我说了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听 一切委任 这个一点点益处就是一直在争 可是他没有 耶稣没有这样子讲 他就很静静的 在后面拿一盘水来为他们洗脚 门徒看到 哎呀 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老师为我们洗脚 马路不马路 门徒还是不明白 哎彼得 师父啊你洗了我的脚 我的手也肮脏了 谁买了 水门徒 水门徒 谁买了 哎我的身体也要洗 谁买了 拿到一些水来 哇 这样的徒弟啊 我们也是啊 我们都是上帝的门徒啊 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啊 我们也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真的是要学习 学习耶稣的无私的大爱 愿意牺牲自己 让我们一起来 今年的结束 就以这个信息 来传送给大家 让大家 享受神的大爱 同时 同时 也要大家 学习 效法 耶稣 如何 爱 世人 我们也可以爱我们的邻居 爱我们的亲戚 爱我们的女儿 儿子 孙儿孙女 我们都能够以这样的爱来 爱他 无私的爱 让我们继续说 我们站起来继续说 来领受上帝的智慧和祝福 主耶稣 我们把手伸起来 我们知道 一切的祝福 都是从天上而来 祢是祝福的源头 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圣灵的开窍 把我们的心开窍 使得我们明白祢的话 也使得我们的心开窍 我们能够活出 耶稣的爱的神 帮助我们学习 主啊 帮助我们活出 活出来如何爱我们的人 活出来如何学习耶稣 爱那些慈善的人 主啊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力量 使得我们能够把祢的信息 把祢的福音 传给需要福音的人 主啊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要归队 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叫这些人归队吧 主啊 谢谢祢 我们仰望祢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家庭教会 把我们的国家也教托 主啊 祢 从天上的大爱 降临到我们 这个地方 主啊 愿每一个 单中马林的人 都有机会 听到福音 主啊 祢来开他们的心 看到祢的大爱 然后他们归队 归队成为一体 感谢赞美 你听我们祷告 我们将祷告 奉主耶稣 得胜的名 Amen